各位小伙伴,萌萌这次来报道,LOL亚运会的资讯了,我们知道就在一个小时前,LOL中国队成功3比1战胜了韩国队。 比赛结束后,UVI笑了,维克快哭了,中国网友笑了,这次UVI又拿到了一个冠军,感觉UVI离五连贯真的不远了,打赢夏季赛,再冲着S赛季前往,感觉UVI终于实现自己的梦想了。 可以说这次UVI带领的中国队真的很不容易,虽然前面状态不是很好,但是最后一局比赛中明的表现真的太好,UVI也是没话说的,所以最后中国队战胜了不可一世的韩国队的。 在比赛结束后,维克都快哭了,表情非常的凝重,一度不愿意离开比赛席位,其实维克表示真的很好,可是就像当年的SKT一样,维克一个人始终还是带不动呀。 在中国队3比1战胜了韩国队之后,央视新闻直接转发了这次比赛的集锦,然后赞赏了中国代表队,毕竟这次为亚运会拿下了一枚金牌,可以说这次中国代表队真的太厉害了,一路走来很不容易,UVI这次终于可以笑了,毕竟亚运会可把UVI累坏了。 看到网上各种UVI受伤的照片,真的心疼UVI,这次夺冠,萌萌感到很骄傲,除了这个之外,央视CCTV5还特别播放了这次中国代表队的表现,其中特别点名为UVI,赞赏了UVI的表现,毕竟这次UVI真的很不容易,各种操作集锦都是有的,不过还是离不开队友的帮助。 比如最后MLXV的瞎子,还有Nin的保龄球打得实在太漂亮,可以说这样的中国代表队真的太强了,不过有一点网友们很不满意,就是这次亚运会的直播,国内是没有平台直播的,所以很多网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 比如网友算了,不能播肯定是有很多原因的,不是央视一家说了算,但是比起不能看,能夺冠我不看都行,我就在逗于看一双那双红唇大叫一番也很爽,毕竟赢了。 但是不少网友都表示这次LOL亚运会虽然拿下了金牌,可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,就是超一个直播呀,真的不能看到直播很伤心,就像亚运会的预选赛一样,结果都是别人高知的,这样真的不行呀。 所以很多网友表示,什么时候有录播呢?或者视频也行呀,这是网友现在唯一的期待了,萌萌虽然只看了最后几场比赛,但也是热血沸腾呀,毕竟中国代表队胜利了,UV2夺冠了,现在萌萌只想说,加油UV2,S3和夏季赛继续拿下冠军,在比赛场上再度证明自己吧。